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摄影养成协会 天真无邪的鞋 我们是小木亚侯 今天就跟我们一起去希腊 在雅典古城与白色小岛上 完成一场摄影挑战 如何拍出一张具有自己特色的景点打卡照 快来一起看看吧 我们现在已经瞬间转移到了雅典 来到雅典一定不能错过的 就是要拍一拍这些遗迹了 所以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找的拍摄地 以及我们的一些拍摄心得 我们现在就是在雅典古罗马集市的遗址上 这边有一个特别长的柱廊 因为雅典这边的天气 就是夏天非常的热 而且日照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就会在地上形成一个明显的光影 烈日炎炎也不能亏待了咱们的小伙伴 戴好小帽子 咱们来开工了 穿过广场 我们继续往前 来到一座藏在树林背后的神庙 这儿猴现在躲进了树丛里面 他要找一个机位给我们拍合影 帮我站个位置我去对一下焦 因为我们在这拍张自拍照也是临时决定的 所以我就直接把相机放在我地上的包上了 结果到了拍照时 相机却歪了下去 拍出了一张构图倾斜 却神似两个人站在水中倒影里的照片 虽然这是个拍摄现场的意外 却让我有了新的拍摄灵感 拍这种跟建筑的合影拍的就是一种感觉 这个神庙 我的感觉就是 它在这个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摧残 然后被保护 然后被重建 其实它就有一种像水中的倒影 就是有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 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张构图倾斜的照片 索性用水影的意象去表现我们心中的风景 在希腊这边拍照我们发现很多它的古建筑其实是带有一点点黄色的 然后我们发现这种黄色的建筑加上蓝色的天空在太阳的照着下就会特别的好看 但是如果是阴天的话 它没有那么强烈的光影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们的建议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拍照 然后发现有云彩过来了 那就稍微再等一会儿 等到有太阳过来的时候 拍出来的照片 就会更加的有阳光灿烂的感觉 想问一下 刚刚的姿势有什么灵感的源泉吗 因为我们现在在的这个遗迹是以前的图书馆 所以我们就想 那在这儿的话 那就看一张地图吧 而且看地图这个姿势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控制相机的手机 藏在这个地图里面 这样就没有人能知道 我们偷偷在控制相机了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位 就是在这个地方 往那边看的时候 这些柱子都是竖起来的 然后就 在哪里看柱子也是竖起来的 重点是 高高的雅典位称 就在这些竖子的空白的地方 就在天空的位置 这里有个楼梯 简直就是我们摆pose的小帮手 走来走去 连拍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 雅典附近的一个岛屿 叫做mykonos 这座岛的特点 就是有很多白色的建筑 就像童话世界里面一样 我们现在身后有一个教堂 它的形状是 那种有点像融化的冰淇淋 所以我们就准备在这里 拍一张合影了 在教堂的正对面 刚好有一个平台 我爬上去 一边把相机架得高一点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如何把太阳拍出星芒的小技巧 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把太阳放在建筑的边缘 同时要把光圈调小 在光圈默认2.8的情况下 其实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只是一个圆圆的小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把光圈调小 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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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光圈已经调成了22 太阳由原来的一个模糊的圆形 慢慢的变成了奇迹般的星芒的状态 照在这个建筑的边缘上 让这张照片就可以有一点加分像了 我们现在在Miknos西边的一个灯塔附近 这个灯塔位于一个悬崖上 所以四周一望无际全是海 现在太阳刚好洒在灯塔和地面这些植物上 我们就把相机放得低一点 在这个起风的地方拍一张自拍照 先往灯塔那边走走吧 中间一点 好 好 好了今天的摄影养成协会就到这里了 欢迎关注小莫与阿猴 一键盖的更多摄影技巧哦 下期见 拜拜